马街医院 下午出现了五部游览车 停放在急诊室的大门口 车上的乘客上下车之后 直奔院内上厕所 民众质疑太没有公德心了 完全没有是急诊病患的权益 不过马街医院也澄清 当天是医院办理活动 游览车才会停放在急诊室门口 将会加以改进 五部游览车就这样排列在马街医院长沙街的侧门门口 车上的乘客一个接一个走出医疗大楼 看起来是上完厕所正要上车 可是仔细看 其中两部游览车停放的位置正好是急诊室门口 上车或是下车的旅客脖子上带着名牌 有的还有随身行李 路旁的民众有人带着怀疑的眼光 好像在说挡住急诊门口 万一救护车要进来该怎么办 要上厕所也可以到附近的学校或是公共空间 整车旅客进医院尿尿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31号马街医院郑重澄清 当时搭乘游览车的不是一般的旅行团 而是基督长老教会的事工 他们进出医院是因为当天院方安排了参观的行程 两个小时的时间参加一场心脏疾病的专题演讲 提供这些长辈预防保健的知识 并非向民众所质疑的游览车竟然停在医院 让游客进去上厕所 单纯是误会一场 记者赖永诚台东市报道